大哥,敌法,小辣家 这是IG比较关键的几个地方 我刚帮B神数了一下430是吧 女王蓝猫 拿尹默的情况下B神可以玩建设 其他的情况下拿一些 敌法猴子加那个辣家 就这一套体系 是吧,暗幕这个英雄可以多拿给哈哈明玩 绝对能打很多场 绝对能打 赏金被自己扮了 那他们应该要拿牛头加隐磨了 我上次看了 有个B水友一直叫我别说话了 那你别看我直播,你滚啊 好烦 老子生气了 老子别说话 那你来干掉 你听我说 哈哈明,我上次看了个数据统计 哈哈明打小组赛 在5号位中给出来的输出捐 是最高的 啊哈哈明 什么英雄啊 5号位中 5号位中 所有队他给出的速度是最高的 反正我是觉得给430隐磨的情况下让B神要速度搞个熊猫我觉得挺好的或者说B神的敌法 Gaming's turn to pick 整斗 敌法可以熊猫就算了 我觉得隐磨九仙这种 没那么稳的 B神,我看B神打九仙真 胜率很高 基本上没输过 但是我跟你说 BO1单逃九仙这个英雄打的中后级不稳的 Lina 这边还隐磨流头 有请推荐好吗 隐磨流头 我觉得隐磨暗幕 我请推荐隐磨流头 我推荐隐磨暗幕 龙神,你小娃娃开半周了吗 备用时间 没开 小娃不开半周了 牛头 隐磨牛头稳啊 隐磨牛头非常的稳 暗幕现在保敌法保猴子这种太厉害了 比牛头屌多了好吗 还是略去欲仇啊 在华峡里 不要我跟Ig聊过BP的 我肯定有发言权的好吗 刚拜下风好吗 而且隐磨暗幕也算是一个简矩流 关键还是暗幕这个酱油宝大哥太凶了 可以让B神在优势路打得很舒服 现在很多一号位面对一些厉害的山就是打一半没药了站不住线 有暗幕就不怕了 一直是满状态 很好打 像B神这种补刀又稳的根本就 哪怕是你强势 他肯定不会露刀 优势路站得稳 现在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让市场里的隐磨在中路能够站住 对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给船是吧来一点英雄蹲一下钟了 帮钟 暗幕就是一个陈五号位 就跑B神然后船一直帮钟 这个队水魔是打一号位的 我 我感觉IG可能会办TA 有MVP打过一把TA加水魔 然后等于说他们开始一手抢着四号位 Lina不现实啊宝哥 讲道理的话这个Lina应该是打个 反正他们打过一把水魔加TA的双合 好像是干了牛皮还是水 还剩五秒 不是老干爹也不也经常是 前面就抢Lina然后打加油 我老干爹的Lina确实都是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三 四号位来打 小巴好喜欢玩Lina 我看爹不打出那Lina吧 对Lina就是小巴 Lina基本上都是小巴玩的 还剩十秒 还剩五秒 启用备用时间 启用备用 尸王备办 请IG战队禁用的路线 小罗小罗列斯路 刚被潮汐 还可以 IG还是要转手拿一口牛 拿着牛非常稳 对这一手能拿到牛 肯定要拿了 这一手拿到牛的话 一是能在 中路存野 然后还能保到430还有机会配合430杀人 这一手能拿到牛肯定是很还是很舒服的 牛头 剑胜好吧 再配个白牛 双牛配剑胜 三奶 我觉得传三个英雄吧传三个英雄 拉比克 冰龙 牛头 我觉得应该是这三个英雄了 我觉得双龙 双牛 白牛加小牛 再配个剑胜 非常的稳 这个阵容 三合 三奶 推进 有空 还不错 我觉得拿了小牛就必须要来白牛了 不然他们有点缺空的 双牛 因为现在列斯路带控的英雄也不多了 就一个白牛了 半天了 他们就是天和雪魔 这小牛真可以上了 是啊 这两个小牛好稳 这个阵容 他们 他们先抢白牛肯定没问题吗 因为他们现在阵容很缺空 所以说他们 先拿的是三号位 三号位带控的不多了 干杯没空 潮汐 潮汐这个点 没那么稳 这一节TI 潮汐出场太低了 因为四号位带控的降业比较多吗 像拉比克这种都都在的 还剩五秒 牛被抢了 那拉比克啊 对啊 这一场基本上是拉比克 拉比克冰龙这种呢 对面法系高冰龙没有拉比克掉 拉比克还能扣牛扣 很小 加克拉的 很小 没想到中路就不好玩了 还好的 敬畏引磨 只要有酱油能帮忙吞野 他线上略点靠野怪一下就打回来了 不会穷到拿去了 帮他吞野的英雄就是小牛啊 吞野 互服就行了 还剩你呀 按摩吗 按摩出演 不不不按摩按摩要保佑的 按摩走不开的 启用备用时间 所以别拉比克 帮的演出太大了 不然按摩不好走开的 秘密队的按摩都是瞎比走的 建设 我觉得 不行就先把建设拿 配引磨的河很多的 能配引磨的河很多 建设克血磨呀 因为血磨这个英雄他是要 这边 血量全部下来他才厉害 如果有个建设奶棒保持阵型 所有的血量保 下不去 血磨就废了 之前是哪个队也是一个 这个影魔白牛健身也是吊打在对面啊 是哪个队来的 MVP啊 兄弟 Luby 我吵 Luby 被这一套打 拉比克 你的记性怎么这么吵 哎 我只是说 慢慢的说 我不是记不住 一下没记起那个太久了 两个小时前才发生的事情 是我们解说太久了 没有意识没有平息那么清醒 有人说BP真是准 废话 你也不看看谁在解说比赛 还剩10秒 OB解说团 猜个BP还是没有问题 还剩5秒 问题不大 我真觉得IG最后一选 最后一选给比赛来个9先哈 启用备用时间 他们这种后期已经够强了 我感觉他们需要一个打架的 医生 最后一选 我 我只只能说出两个兄 一个叫做小骷髅 一个叫健身 小骷髅也有一个打架盒 健身是打架盒 健身没那么刷的 健身现在没那么刷的 即使健身克血魔的 他的棒子克血魔的三技能 大招 克血魔BKP冲脸 血魔BKP冲脸 健身就一定有一个 这不健身棒子拿起来 棒子立起来 MVP就是耗血的阵容 两个吧 我觉得这个宙斯的出炉 两个英雄 好吗 健身 九仙 宝哥那个九仙拿成这样的话 我觉得有机会出场了 还剩10秒 九仙撒牛头宙斯的阵型冲得进去 健身都不一定冲得进去 还剩5秒 九仙真没用 我告诉你 虽然我觉得我不看好这个英雄 但是我觉得打牛头宙斯的体系 九仙是冲得进去的 因为我印象当中 B神的九仙就是没输过 在比赛当中 你九仙跳进去一个F 打到脸上 有搏仗 你们秒不掉的 我是觉得小骷髅这一下就不好了 小骷髅不好就是 健身九仙了 这两个英雄是能冲的英雄 要配一手白牛都冲了 你不能让白牛一个人冲进去就送了 你后面都有队友跟点东西 环境有九仙保战团战 能够打过的情况下 他随便推的 打团其实白牛冲一个 引魔推讨 九仙跳台就打下了 还剩10秒 还记得最后BP手还是交给了他 还剩5秒 在那个生死关头 还是把全内的新人都交给他 这边有人说龙神那家怎么样 小那家 不行 不是不可以 只是风格又变了 小那家不是不可以 好吗好 机会是有的 其实MVP这边更怕小骷髅 他们自己也知道 小骷髅提速的节奏快 我跟你说 IG那小那家再往后拖 是有道理的 因为中期MVP这个阵容 中期的爆发太高了 万一没打过 到时候脸又要黑 但是你拿小那家 要被鸭子打 压一整场 还好 我是觉得MVP这个阵容 MVP这个阵容 防守比 防守屌 进攻没那么屌 起用备用 他们进攻真的没那么屌 但他们防守很屌 他们这个阵容很怕充脸 一充脸就散了 猴子 猴子拿的是真不好 猴子拿的是真不好 又怕宙斯 又怕牛头 其实 建设和大鱼人都可以啊 大鱼人也可以 大鱼人也可以 大鱼人 大鱼我倒不看好 大鱼是真不掉 我是觉得他们要补团战 你打到这个时候 你IG打架厉害吗 你看IG的阵容 打架厉害吗 所以说他们现在 五个猴子 我觉得并不理想 爆发在哪 但是IG 好吧 还是按照我们之前 说的一个剧本 英雄基本上都对了 就是这么几个 没有乱拿 起用备用 我觉得这种 不管怎么样 IG肯定是能打的 不管打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种是 他们的体系 对 往后拖嘛 这种就往后拖 他们这种说 打黑筋啊 M1拼啊 IG拖到后期 拖不到后期 那就很难了 这起码是IG该打的东西 比之前好多了 什么中单血魔 我操 只能说没拿太偏 犀牛 430的影魔 逼神的猴子 船的拉比克 八名的安慕 都算是他们的拿手英雄 这个阵容是没拿偏的 阵容阵容没偏 就看打的怎么样了 对 哪怕是阵容方面 有些 有些 比如说中期不好打 或者说是前期不好打 但是 调整一下 是吧 避开敌方最强的那一波 是吧 拉扯一下 还是很 前期不难打 难打的是中期 后期也不难打 这个阵容起码 在任何情况下 IG这个阵容都具有一个翻盘点的 对 后期掉 突到后期IG就稳了 前中期是比较难打的 前期后期都好打 别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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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卡很关键好吗 这边好像是一个中单的Lina 烈士路的咒识 就是说Ti还是给我们面四把兄弟 没 不可能那么便宜的 没关系 不差钱 给他这个阵点点贵 给他一小块去买药 好不好 好吧 这把哈明发挥好 你把那个送我的送他算了 我不要好吧 妈的德尊晏斗三百块一个 老子收一百个 你们卖给我 哈哈哈哈 老子收一百个来发奖品 发给你们 这把最关键的就是四上林的发育 对啊 我在这么关键的一局 我看到IG的人心不是很齐啊 两个人在上得到 一根白牛在晃 一个人在卡冰 一个人在下 三十秒后战斗开始 哎 马上这把武器光闪闪 哇 我真是日子的狗了 我也有一个 我也有一个 好帅 只不过FVP也不强服 MVP的人也不齐 IG包了 IG武装 来了来了 五人哎 白牛冲 冲着牛头 打 打这边 嗯 明啊 你没有机会 他一选 一秒钟 我只有第二 大药也没了 你那应该是空血逃窗 上市 白牛 又是一个大药 哎 我我我我 白牛自己危险了 哎 这个大药是谁贴的 酱油贴的吗 他自己贴的 他这样的大药是谁贴的 第一个大药是不是酱油贴的 我不知道 第二个是他贴了两口大药 我操 他是酱油贴的 第二个是他自己贴的 豆豉拿了一个服啊 没人跟豆豉 其实 其实我想说是什么 我说这个Lina 不死也费 不应该再冲第二下的 谢谢 第二下冲了一点 个影 其实他不费 他有大药 哎 他贴了三个大药吗 两个大药 一个可能是酱油贴的 第二个是自己贴的吧 哎呦还好没封住啊 兄弟啊 封住这边出大事了 叶眼上塔 哎呦是刚三啊 哎呦这个风度也是要 要打个问好 为什么是干 刚三拉比克又没去 为什么不保猴子啊 保猴子啊 我也觉得保猴子啊 咱俩不好吗 为什么要来打血魔啊 为什么要来打血魔啊 这刚上血魔他们打得过啊 打头打得过 这周四月起飞了这样 这周四倒六倒的找怎么办 我在想 这是个问题 这个分 这个分路 谁分的 我操他妈的 这个分路只能给个差评 对了 对了 这个分路好醉 本来猴子优势路无解肥 现在猴子有点惨了 血魔这种蠢b 前期不解肥 你让他肥没点事 我觉得这个一 这个英雄真是蠢 让他肥 这样的话 对面酱油完美发育 大哥完美发育 猴子挂机了 咒斯在接触 以后的飞起 两分钟三级 还好 这边中路四当里的影魔是 没飞 四分钟成福 不开吧 不开吧 这边猴子多了一波兵的 哎 就护肤还是比较积极的 哎 换路了换路了 哎呦 赶紧换赶紧换 就不该去 对就不该去 可能是他们上路打起来了 逼成觉得再走下去很伤 哎 这边都是被磨了 被逼成一个加速把进化打掉了 很关键 应该不是这样应该不是这样 他们肯定是三年好了的 他们就是三年好 钢山的 对 三年好了去钢山 对 不然猴子不会出现那个为什么 低估计 对面山不错 等到你们 卷魔的山很强 对 这边开了鱼鱼鱼鱼鱼 有机会 有机会 这边不 一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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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拿起来 人头给B生 给B生 我被打下神坛 感觉B生去了一步上路 踢下来很需要 这一个人头啊 没事没事 B生是空补的兄弟啊 加油 肯定给加油啊 加油买鞋带节奏了 也可以 这边哈哈鞋 哎呦被 哎 GP 零性TP 我操 哎呦 差一点 这一波咒死满状态 踢下 马上魂剑 需要 B生这边需要药 不能被他垫走 这边牛头来到 按摩应该往右速路来了 按摩要过来了 哎 还好没风死 还好 其实踢大一杀不死 对不好杀的 这个位置怎么杀鞋魔啊 三基地可以杀 两基地肯定杀不死 事实上你这么给的啊 中路 武道比你那还多 有矿门 后面好好没再拿第三波 鞋魔自己再拿一波吗 哦鞋魔去控服了 西螺 西螺 西螺抢了服 冲 冲到 漂亮 还有西螺给力啊 而且430是在下路 控制了一个回复 对于他之后的发育 也是相当的有力 这个抢服太关键了 对 断了一手力量的节奏 这样的话 力量没有足够的魔法 来压制隐魔的一个对线 很伤 要运贫了 事实上你有回复 也是可以用引压补兵了 然后完美节奏 再拉一波野怪 五分钟 五分钟四波也去打打一套 爽 哎这边上路小罗 能跑掉吗 被沉没了 但是有十个魔暴 问题并不大 应该是可以冲走吧 怎么不冲走 没有冲走 哎该冲了 哎 哎 还好还好还好 现在玩有点危险啊 而且我就把他手势 受到攻击了 大饼 再拉一波野怪 一摩 x8 收兵 可以去挖矿了 别在这挖子了 去挖个矿 带着拉比克 吃多经验 往矿应该有假腿了 哎 没带拉比克 开雾了 拉比克开雾了 他们想先杀人 干中路应该是干中路 这里有牛头追 有牛头啊 不好杀的 试一下吧试一下吧 白牛冲了 没有晕到 这边TP的是双双龙 很关键 还好击空了 两张PP血魔也来了 还好击空了 不然白牛要死 牛头有F的还要追 好凶 白牛冲一下吧 吃人他们要吃人 哎踢到了但是 还好还好 还好第一个TT空了 他他可能是不知道白牛卡住了吧 这边B层的补刀慢慢也是赶上来了 那他还好虽然开了轨迹物没抓到人 但是血魔和双双龙都踢中了 但是B层好像被宙斯垫的有点惨啊 这边 之前的吃书大家全没了 瓶子也被打干了 撞他被耗得好惨 哎呦问一个问题 暗幕留两个技能点 有必要吗 脖杖肯定要点一级的反正 有两个是不是流多了 还是有什么梗吧 就二三对点 一级了吗 万一关键的时候你们把手 加脖杖去了 我一下一下没把手抬起来 那不是打自己的 哎这边宙斯 有机会到后来 哎可以学一级 宙斯一死了 哎踢批了我操 能不能打断 哎呦差一点 这雪魔经济全场第一 尹魔经济全场第二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 放一挖的话 尹魔经济就可以全场第二 不换很多 打死了 这里的换也可以啊 我两不就 现在可以搞个酱油补一下了 你摸转转也去 不然为什么不先生个气息啊 不对啊 先生个气息再先啊 吸了 刷的飞起 经济瞬间第一了 大的 很关键 这一波矿油挖 中路再继续收线 四级拉比克 这边带着是快骨 酱油的经验这把 爱奇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边MUP准备开悟 三个人流头 你哪家雪魔 这一波 哎 拉比克 也机智的船 太悟了 很灵性 而且正式的大也交空了 全空 这一波目摊得太关键了 这边雪魔还是不想放弃 移速很快 570多的移速 最雪少 都每个人垫了下 每个人都垫了下 十方暗银 就是太大了 他就这样 你怎么跑好快啊 哎 这边四上零 三上零有危险 我有隐身 有危险 顺服 哎问题不大 你来这边也说 逃不办法 这不就是吧 还是玩的有意思啊 被动不缺被动 一直在线上打人 上路 上路 上路白流也是马上到五 哎 你摸这个隐身 单杀小流一炮 两炮 漂亮 刚切过来就看见四条零单杀 完美的两炮 隐身逃过一起来杀那个人 白流冲了 目标丽娜 天辉上塔 正受到攻击 他肯定也是给个四叶吧 利纳完也去 那就算了吧 但是利纳如果往前面走 就冲到了就能干嘛 天辉上塔 正受到攻击 上路 埃及的塔 被耗了大半血了 而且有双头龙 一个三级的夜太火存在 想破这个塔 这边不来人 这个塔就没了 夜眼中塔 正受到攻击 以某纳比克 一波鬼际之物 这边 赤山林的以某 也是一个兵的金 马上就到九级 这一波如果能杀一次选魔的话 节奏无限好 哎呦 做事太大了 哎不一定 不一定 这双头龙有点嫩 不 做事这个大 不一定知道他们开悟了 因为 因为白流正好在附近 是有视野的 知道 肯定知道兄弟啊 撒了红点 他为什么不知道 他打个没啊 你这是有点 做事开大 他应该是知道有人开悟 不知道人 一定就在上路吧 知道了知道了 他们在白牛的附近 看到的是白牛的视野 只是知道有人开悟了 他就看到中路 密死了 他就招呼的 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 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 上塔被拔掉 他已被摧毁 船这一波也很关键啊 吃了个双 被俘来中路补两个刀 顺便补一下等级 拉比克是一个非常需要等级的教友 这把三菱里魔物解肥 马上没肯了 差一百 血魔力量腰带是在做双刀吗 这把正常的说B绳就出个飞鞋嘛 然后市场临带节奏B绳过来打资源打收割 一摩梅肯了 梅肯会大队退进了 对 不然的话就别出梅肯 出了梅肯就大队 出梅肯不打团 不找对面打是很蠢的这些行为 我记得上次好像是GUD的一摩 就是出了个梅肯 疯狂的刷 一波长的不接 好像是打帝国加赛 但是我感觉IG需要开悟 先抓个人再推啊 直接推感觉更好推啊 有梅肯是要推 但是IG这个阵容 作战能力其实不强的 你推他 血魔给你一个大的 也很难打的 作战能力不强的 就靠一摩 而且MVP这边AOE还挺多的 像宙斯利娜 其他人 对 之前赛前是说过MVP这一套体系 防守能力是很强的 防守能力很强 IG这个进攻也不太好 这波包到IG 白流是有TP 猴子也有TP 这波包到的话 IG是会赚的 直接打起来 别说MVP 几波都没干到人啊 这边小罗的白流到七 拿到了自己的夹腿 逼身也是 知道这边在自己的野区 走位非常的猥琐 猥琐都不能再猥琐 IG这边打的都很简单 一摩B中塔把人逼出来 变眼中塔 这边终于能不住了 乐了乐了 终于能不住了 来 鼻子别看见了 我说拔一下 人救啊 不敢踢不敢踢 这个皮皮不敢教的 对对对 这种位置 接下来雪魔放个屁都要跑 那这样的话是IG自己沟通失误啊 不守的话我感觉 第四天就跟鼻子说要走啊 他早点走的呢 正受到攻击 有头想吓人 还想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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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塔 哎呦 自己磨 下路白牛冲的是雪魔 有大 一个大招 来 好像打不过 哎 完了 好像打不过 我要死了 他怎么一个人跑到这种位置来了 哎 这不觉得这MVP好啊 对 这不觉得 我白牛不爱去了呀 哎 白牛是什么时候跑到下路的 那 放过去吧 这个雪魔好肉 夹腿 散滑 又买个神魔之斧 他就是撑肉用的 BKB 他出BKB了 散滑加BKB 好肉 他受到IG的爆发不够 别差两千多块钱啊 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 B神没出分线啊 只做了做出了一个假腿 他想他想打架 对面爆发太高了 赶紧吃点血 说句实话这猴子拿的是真不好 到现在没有作用了 你模有最好没肯想爆 最好的三头龙能不能直到 白牛冲啊 但雪魔在附近啊 有点勉强 雪魔在附近 雪魔要狂暴了哟 是不是雪魔爆炸了哟 梅肯救一手 博罩 TP 但是就是在 就是一个打断 哎 这样打没意义啊 看 看人就冲 很 不是很尴尬的 你们也知道以魔带梅肯了 要推要打 但是IG的这个阵容 战斗力很弱 就以魔一个人有战斗力 也不说IG弱 在5级 只能说 MVP MVP这个动作10几分钟太屌了 真不是IG弱 太屌了 一个屌一个弱 一个弱 正受到攻击 关键他们冲进去 他们有牛头 有双头龙 两个反手 正受到攻击 而且我们现在爆发特别高 你没啃都扛不住 叶眼上塔 正受到攻击 这边是又推塔又守塔 想道理哈哈 比6级 暗姆斯要学大招的 暗姆6级 哎 拉比克偷了一个沟壑 很关键 没有没有 有不到人了 有不到人 有暗姆6级的大招 基本上就是一个范围的剪角 太屌了 这个技能 可以组织推进了 7级学大招 但是以摩托兰很少 17个魔棒 难不多 现在埃及需要整理一下思路 偷入山吗 偷不了吧 没去到 没去到 偷不了 啊牛又从这 牛头在追啊 哎 拉比克先把了一下 举起来 能秒掉吗 回来 漂亮 但是白流位置也很危险 败了败了 能把你那杀掉就 就不错了 这一步 对 杀掉丽娜 不亏 杀不掉就血不 埃及现在打法 我觉得是问题不太不太大 赤宝一猴子嘛 四个人找节奏牵手对方 然后B绳找空档来刷钱 打法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感觉现在埃及不要打得太凶 可以等一下 诶 这个斗士没TP 这种斗士没TP 很关键 B绳找到一次战场的机会 人不能把握住 应该是死了 一个T 拿刷了 漂亮 488块 这口好关键啊 这个血 对 B绳之间很穷的 深吸了一口 Lina吹风 这边市场连还差 1200 能够更新BQB 这一口吸的好爽 吸了500块 然后再拿一个塔 这个塔没人管 这个塔在拿着的话 经济直逼 直逼漩魔 瞬间起飞 夜眼上塔已被摧毁 这一波把B线人给打 打热坏了 B线 本来打得好不开心的 这一波直接热坏了 莫名其妙收了一个大人头 拿了个塔 存款瞬间又多了一千 一千稳住的士气 你一直能说不让的话 对 我做士气 不让头子就一直起不来 很容易伤的 现在IG就打被动一点 防守算了 不要打进攻了 刷 牵扯嘛 就是不跟你 真真正的高正面 牵扯一定要打的 不能让你一直干什么了 上次做事收线 白牛拉比克已经都好了 做事不敢出来 看他知道什么 他知道他们上路也也失业了 上塔正受到攻击 马都不守了 放塔IG撞 但是这边MVP的人都没露仇 IG不敢乱推 下路弄了个利纳 正受到攻击 纳比克提到下路想守吗 这波这次不在 但是能支援一个大招 正受到攻击 感觉不想走 放就放了 没必要 可放 这种打可放 一个上头龙 哎 但是 但是430隐魔更新BKP 这波有一个隐身神符 这个隐身很关键 开了 我把IG撞 这个塔可能要掉了 一 叶眼上塔正受到攻击 哎 怎么走了 白牛冲了猴子TP 这边白牛被打了一套仙手 吃了雪魔的大招 哎 他们知道隐魔战了 刚比特交了雪魔战 给了利纳 隐魔一压两压 听他吹一下自己 一压直接带走 这边白牛还没死 白牛TP了 还不说 还不说 雪魔毕业交过了 牛肚生死 白牛通过宗斯 B神已经让后了 灵性的B神 选择让后 能不能得到人 有事也 开战鼓 你敢留不到 战鼓一开 踢住 踢住 牛丑 但冲场了算了算了 稳住就稳住 这波差的力量 已经不断了 哎 这次对面厉害很多 硬是又不乐个双刀呢 雪魔这种英雄 优势了 是吧 装备领先 哎 双双的 但是这个英雄局势 断一波 他的装备就更新不了了 好慢 突然间发现这个英雄好蠢 这个英雄是蛮蠢的 所以就心里话 真差蛮蠢 也亏了MVP在这个淘汰赛哪里 你说这种无解 无解肥德盒 是个什么猴子啊 健身啊 兄弟 妈多难受 打盾 这波团 Ig还是可以接啊 发现的话 但是好像没意识到 这里看到有演艺医生 看到了 到底就看到了 冲了 白人冲了 哎 冲出楼热手了 白人冲出了两个 哎 冲出楼被冲到钢地上面了 这边白人 要单杀斗司 要单杀 这个斗司为什么还没装 漂亮 但是小龙的位置 自己也很危险 哎 没有留着 这边 双手龙被发现 拉比克举 Ig在拉扯阵型 一摸一胖 刘手就一手 选择TP 哎 白牛就连出楼 下路 全部被打了一刀 大刀也是暂时几个白牛 就死了 他们没爆发了 推个塔不过分 对不Ig推个塔不过分 Ig赢一手什么 赢一手赵施 这个赵施好扯啊 看见白牛冲的还在那打 而且是没状态的 好扯 Ig确实赢这手赵施 叶眼建筑全面加固 B神嘛是吧 首先是B神吃了他两口热 西楼在吃一口 这一波打完以后B神的经济是瞬间起飞啊 存款已经到达了3000 可以坐上司了 而且他们想打断Ig 你老觉得这个盾不急啊 这个盾Ig不不打得好啊 讲道理是不打 让对面打来抓盾 让对面打自己来抓盾比较好 自己打盾有点个影 雪魔一个B 牛头一个风路关在里面全动不了 双头龙也是那种大招踢啊 宗师大 打盾Ig要灭的我感觉 主要是Ig的阵容不急的 对他们一定不要急 两个大后期 这边B神 B神应该是闪失了 两回家就可以运 哎你看这两兄弟 在这眼看着一千阿醋 又长着眼在那里晃 哎分身 这个服给以魔给猴子都很厉害 哎 白牛又冲了 宗师 贝拉比哥哥去踢到 与起来往回一拉 宗师的气垫 拉比哥一直在垫人 以魔PKP 宗师被猴子带走 雪魔在OP 雪魔船在OP 还真是银河 还真是银河 从着利纳被人打断 但是小罗小小罗这边吃了很多技能 吃了很多技能 雪魔高着OP 来回来来回来 有按摩有骨灰 被走了 线衡 并不是没 宗师硬要去打剑 硬要去打剑 手好剑这个宗师 谁啊 天徽上塔正受到攻击 雪魔团战八百余速疯狂OP 我这边选择 我这边选择 法师 还有人选 还好不是爱琴选 雪魔当刀BKP 爱切没这么好打 硬是出了就双倒 对 这个BKP让他冲不了 我开始看这雪魔出装 我就醉了 闪滑加死人魔之斧 这是什么出装 他想着他肉被动起来了 打团能输出 想太多 小牛 小牛也在打钱 打钱 哎 被白牛冲了 不然打F 但是拉比克 偷到了F 反板举起来 直接站着 还送了拉比克 这一把C罗 这一把C罗真的很定性 你自己出了个威光 他把他打团包 都有吃了好多技能 小龙一直在吃技能 疯狂的吃 对面都是魔法抱抱吗 就是这边更新的套刀 其实他2250早有了 我觉得他是想吃点睛 没办法的局势崩了 没床头了 我也没可能 大妈吃了个跳刀 这个跳刀的话 就是跟白牛一起切入啊 不是 现在是猴子跟白牛 都有切入的一个说法 猴子那个被动 或者说 递上去是吧 第一目标 他不知道他递上去 配合白牛 这样的话 以某有个跳刀 也是能第一时间加入战场的 不然 他走得太慢了 上庄 他个比克比克也会下队友 战装退逃 对 放大奥兵也 最好的 就是这种人 可圈可点吧 有好 有好的 有不好的 这个假眼好割一样 哎 被看的一下出了 这边发信号 站高地站高地 这一波MVP想站高地来打爱机 这个误开的时机是不好 一般这种地方都有眼的 爱机没这么欲看 爱机不可能从这步高好吗 爱机如果从这里冲上去 我就觉得他没有你蠢了 推个钟 推钟是没问题的 误开的位置不好 那个地方一般是80%都有眼的 对对对对对 哎 还好这时开了个大 不然爱机 哎 这边声音 这干嘛 大猫 还好 大猫 比特比 你们其他爱机要大 咒识被疯了 咒识动的动不了 两道购荷 两道购荷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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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这咒识出发跳 有什么用 我只能说 吓死宝宝了 吓死宝宝了 对 不是 咒识不放 不放那个大 我感觉爱机很可能冲上去就没了 对 应该这边做事要大虎了一下 第一时间都没敢冲 装备 有魔装备 打盾不一定稳啊 讲道理的话 不打盾 我觉得MVP没机会 打盾的话MVP还是有一点机会的 有一打吧 有 有 有 他们是隐魔装备 这一波 对 隐魔装备 牛头也不过来 这个都交了 这个牛头在东路 OB 我操 还有一个OB龙 你们看到那个OB龙没 谁啊 OB龙啊 远古也 远古也 OB龙 诶 这个小 这个龙是被卡住了吗 OB龙啊 远古黑龙 我操 放上去了 应该是 把这撞的 这应该有用 这把船的拉比更好啊 这边都是好机的 对 刚才那两道沟赫 直接把宙斯卡死在中间 动都动不了 沟赫 双头龙的冰封 全是好机能 这样的话 兵器极加达到了1,100,000 对 这样打的话 觉得就很好了 雪魔这种英雄 是不具备翻盘能力的 雪魔不是一个翻盘盒 已经有点残疾了 埃基最难渡过的那段时机 已经是渡过了 哎 这边大的猴子猴子没dp 想多了吧 有队友在 有队友啊 又不是一个人 叶眼中 这是好可怕 白牛来了 对我们没到 哎 哎 不敲 我敲 直接冲闯走楼 机要大 直接秒掉 宗斯在里面冻残不得 哦 宗斯很慌 变一下 变一下 叉走 哎 我好见 听到肯定是在叉走 变一下 叉走嘛 天徽上塔 正受到攻击 你呢 你呢 在干嘛 你呢 在上楼代谢 你呢 快一张了 已被摧毁 天徽上塔 正受到攻击 这波B城打完存款 3300 要买英格弓吗 龙兴 龙兴 现在的猴子好像是在 上市之后 直接就更龙兴了 对面 肉 对面AOE太多了 素分身没什么用的 确实确实 讲道理 这个猴子 我别的不说 有微光的白牛 给挖矿 先挖矿 有微光的白牛 给猴子 给龙兴猴一个微光 哎呦 一个字好吗 肉 四十旁基本上 已经可以滚雪球了 对 这种局 只要不犯那种 巨蠢的失误 肯定拿下了 有一个很关键的点 对面的一号位 是雪魔 这个英雄怎么翻法 这个英雄根本就不具备翻法能力 打前又慢 打船又蠢 关键他的经济现在是落后的 他需要队友打一波输出 把他被动打起来才能冲 好蠢 关键是雪魔这个英雄 他一万的经济 我感觉他如果能够打出五千的输出 已经很高了 他打出四千的输出 我就给他一个赞 这雪魔很有可能一万的经济 打盘就是零输出 站着旁边欲逼 他不敢冲 那倒是有 真有 真有可能打从这种局势 就不敢上 只敢收割 我感受了 那雪魔没这么多 他防也挺高 12点防 也比给他 就是 就是 就是有这么 我也觉得就有这么弱 你错 因为雪魔这个蠢逼打船 喜欢给自己加 他给自己加低 白柳一个大 自己把他也死了 好蠢 你也知道加低 减伤 加伤 为什么他会加低呢 兄弟啊 这就是雪魔的惯性啊 玩雪魔就想被动起来了 开个比克比 给自己加个地往里面冲 雪魔一般都喜欢这样 而且MVP这个阵容 只有雪魔能顶啊 他们就是 谁敢顶上去吗 所以他不可能 给自己加低啊 他没这么撑好吗 不加低就没输出 举起来 你看这不是 打这吹 没了 打打 直接秒 漂亮 正随随死 多盯一下对面的人吧 那我就尽量 在没开打的情况下 不妨 把鼠标拿到 爱鸡这边 凳水水死 光滑 卧槽 以魔以然成为一个怪物 死不了了 这装备金 夜眼中塔 正受到攻击 但是这个宙斯卡利沙 最关键的时候 宋斯的 这把宙斯牵起来挺肥的 MVP这把 哎 拉比克船 又是一个主流的双双龙 在冰封一下 队友在赶 这把宙斯牵起来 白鸡已经给冲了 没有GP 仍然是一句词 跑 跟老子跑 哎 马尹 站马多点 买了两个阵 这把宙斯牵起来 没吊钱 没吊钱 来听棒子解说 不不不 这一波 双重人应该说了一句话 拉比克偷了我的T 他应该没说没吊钱 我的T被拉比克偷了 听韩国解说 韩国觉得在疯狂甩锅 这里都听得懂 我看天下语气又是甩锅的语气 这不是怎么打的吗 这不好 好悠啊 很无奈的语气 我又迷路了 天灰中塔正受到攻击 你在他 哎 洗又迷路了 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 瞪随随死 好吧 我再瞪一眼双头龙 给我龙神一个面子 Eason也是龙心了 天灰中塔正受到攻击 我 反正死不了哎 他不下高 Ig优势已经很大了 稳啊 这种局很稳啊 这种局 Ig这双核 Ig现在就等顿了 等顿 说难听一点 Ig被灭个一两波都输不了 好吧 这是最难听的话了 Ig都觉得输不了我觉得 就输不了 输不了了 不然我们 这颗奶我是不敢奶出来的 输不了我才敢说 敢说话的 绝对输不了 所有们 输了我黄翔 提头来见 黄翔你说这种话就假了 这种话里面 必要说什么提头来见 那我说 那我应该怎么说 我觉得肯定不会输了 这种盘输不了好吗 我知道输不了 不可能输啊 怎么可能输吗 什么单核选魔 你妈是 DOTA是费 能翻盘 不可能 还是打双核 单核选魔打双核 双大哥加起来经济超他一万一 老子不知道他怎么打 白牛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道具 祭品 小罗这把初衷好有灵性啊 威光白牛 不祭品 我记得我打住的时候出威光 我让白牛出威光 别人都骂我蠢 真有用 白牛这个英雄有时候 打不出输出就把队友吃进来 这是一个团队牛 他全是团队装 他可以打控制 他没输出他有控制 威光祭品全是团队装 你蠢你是龙嘴嘴啊 他灵性他是希罗啊 确实是如此 只能说人为言轻吧 我那时候叫水门们出威光 都骂我蠢 说老子是个傻逼 是个教育 充罗 蠢龙 好吗 呵呵呵 哎 伤心 全拿走 你那么在意他们的目光在干嘛 你和我们是个对的 我觉得你就是全世界最聪明的 机智 我只要 龙嘴嘴 哎 这边传着纳比克局势转优的情况下 是教导的更新了一个宝石 来压制这边 MVP的一个视野 一点一点的蚕食的对方 很关注 像黄翔 我最佩服的黄翔出装 就是冰甲白流 我开始觉得好惨 后面我也出了两次 觉得还可以 开始冰甲白流 这个英雄 有队友打输出的情况下 他出一点肉装 他团队装 还可以的 他控制很屌 他不他不用打输出的 哎 微光 微光没可以 你看这雪魔 你看这雪魔 要死了 打了三千的输出 这这三千 不是这不是雪魔搬了个盗吗 过来杀人自己被反杀了 这个高地好吧 我宣布他没了 来点右冲了 斗司直接冲死 先鞭起来 一大 一大吹自己 一磨一个要大 直接秒掉 双刀龙 也被收掉 再来 插天 我 我430回来了吗 好久没看见过430 刺杀了 就要打这种体系 先破两路 压压金 好吧 我觉得第一选择 给430中路来隐魔 第二选择就是蓝猫 蓝猫女王了 现在430拿到一些舒服的英雄 火猫 还有一个火猫 火猫也不错 隐魔蓝猫火猫 好吗 就这三个女王 我觉得是隐魔 隐魔火猫龙旗 这三个 不不龙齐 龙齐不行 龙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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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齐不是430王6的英雄 我觉得 就是蓝猫 隐魔火猫 这三个 对对对 就是三个 把女王化成火猫 我可以接受 女王调用啊 奥姆经济女王 也不能说女王没调用 女王这一次 贴的胜率 跟出场率都是蛮高的 讲到是说 IG确定 可能不是IG 这应该有用 这边感觉MVP这边有点亡命一波了 这破了两路有点Q 亡命一波了 雪魔那边看到雾 觉得他们是想标记了一个人 杀了他我们就退 这雪魔没误啊 他们这破了 看的好假 白鸟 白鸟冲了 这边倒到一个Lina 有底子 这是谁的底子 按摩按摩的底子 Lina直接被秒 从跳过来 重视也被打掉 白鸟冲的是谁 GG 恭喜IG 谁是430的超神 他们是给观众发福利好吗 Invictus game